有个别人士认为要就过去的防疫措施作独立调查 也有不同的人士不同意这个意见 我也是不同意的 昨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明不同意就疫情进行调查 指疫情变化快速 没有一个供应最佳或者标准方案 今天总议我可以写到100个方案出来 明天的新疫情变化或者新的病出现 第101个方案就可能会出现 第102个方案也可能会出现 特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呢 我就不觉得调查会找到一个最佳方案 因为如果政府当初找到 就不会有万三人因为COVID-19离世 换句话说很遗憾 你有100个方案 那方案也... 不是的 可能第103个方案是可以的 就是这么说 特首就形容新政府上任是见山开路 遇水踏桥 特首真是辛苦了 所以是时候介绍一样东西给你 登登登登登 道行系统 就是有人收集数据地理位置 那预先做好准备呢 那不用一定走 有时可以坐下飞机 或者坐下加价的天星小轮 你不要懒醒啦 特首正在做比喻啊 你猜真的要走吗 我当然啦 我是想说 那不用走这么多冤枉路 懒醒 今天几位政府专家顾问分别在就 是否检讨抗疫呢 提出支持的理据 孔凡例就说 独立调查可以给到更加针对性和宏观的看法 亦都更加有公信性 如果只是内部调查 就会有很多盲点 未必看到啊 他重新不是要追究哪一个官员 或者向政府哪一个部门问责 是想知道哪里有不足 可以做得更加好 另一位专家顾问袁国勇就向明报澄清 当初的建议呢 是成立检讨委员会 就不是独立调查委员会 强调目的是要为下次疫情做好准备 其实不单止他们 还有刘雨龙 在更早的时间都说过要检讨 还有刘泽星 都认为有必要 但方式就要再思考 我就不知道 检讨就还可以有些什么方式 不知道是不是怕尴尬要Instagram DM给政府 就是这样说一下 再说 疫情那时都没试过 有这么多政府专家顾问 可以看法这么一致 不过我更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感觉政府好像很怕问责 不要说政府了 其实承担责任 不是一个值得表扬的成年人行为吗? 看来真的时候睡觉去做梦了 我是鸡肉报道的赞股员 我们下次再见 好呀 因为我们先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